這是KRV180調整點火前 就是原廠罐頭城市增強點火的數據 那我們抓一下平均值 我們都一定會試好幾趟然後抓平均值 那目前平均值比較漂亮的可能是我這裡82 那我就看82 好這就是調整點火之前 就是罐頭城市增強點火 那我現在要用罐頭城市 好現在就是調整點火加強 以及罐頭城市的差異 那調整點火加強是我剛剛的82 那我現在來講的話是85 所以我就82對85來做比較 8582 好我們會看到 然後反而增強點火在末端的馬力是比較小的 有沒有看到 82 82是增強點火罐頭城市增強點火 藍色線 藍色的是我們剛剛操作的 它是罐頭城市而已 罐頭城市跟增強點火 你看 所以點火不是越強越好 要看引擎的配置喔 來啊這就是罐頭城市 82是我剛剛第一趟罐頭城市增加點火 85是我剛剛罐頭城市 沒有動點火 再來就是90 是我罐頭城市 退點火 但你會發覺一件事情就是 它就有變化了 後段就有變化了 那去選擇 我們想要的 我覺得反而是 藍色線比較好 雖然 這邊 你看到的 好比如說 紅色線它斜扭力最大 但它只是浮起來的 這個區塊扭力大而已 可是我們的引擎動力 我們一定是騎在這邊 8000多轉 所以我們是要看8000多轉這個位置 那8000多轉 藍色線點火比較少 溫度就會比較低 但它的馬力也會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你引擎壓縮比 跟你的效率 所有的東西 綜合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個人就會挑選藍色線